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卡车还出口很多的非洲国家 甚至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自卸车市场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印度大大小小的卡车企业至少有八家 但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的有三家 其中以塔塔汽车市场份额最高 占比超过50% 产品系列也最为完整 涵盖了卡车 客车以及乘用车 第二是Asha Blayland汽车公司 市场份额占比超过20% 第三是Iker汽车公司 市场份额占比超过12% 余下的市场份额被其余几家企业分割了 既然是开挂民族 我就几点我认为开挂的地方 驾驶是供奉神明像或香如其时 我觉得放神明像不奇怪 毕竟宗教信仰自由 但以这种供奉着方式放置 估计也只有这种车能实现了 是否还有一点跟国内不一样的 现在国内都是整体是挡风玻璃 而印度有很大一部分卡车是非整体挡风玻璃 还有印度是右驾国家 靠左行驶 宽大卧铺 但估计睡着不舒服 主驾座椅和卧铺被改装成一个花样 座椅和卧铺可不是原厂带的 都是用户后期自己改的 卧铺实际就是海绵垫子 想想印度炎热的天气和驾驶室内没有空调 估计躺上去不会太舒服 作者进驾驶室内拍照时 正是六月天 驾驶室内就像一个大蒸笼 纳资味真不好受 印度有一种在国内完全无法见到底盘形式 驾驶室只有一半 在国内卡车有二类底盘和三类底盘的划分标准 但大家能说清上图 中进侧的这种车算几类底盘 反正我是说不清楚 这种带一部分车身的底盘算几类 当然这种车是不准上路的 必须有个不淋雨的驾驶室吧 实际第一张图片中的整车就是由这种底盘改装而来的 在印度像这种整车是随处可见 三角警示标必须放在非常醒目的位置 按照用户的说法 三角警示标必须随车携带 并且放在车辆前部醒目的位置 大家可以自卸车和前面图 中的相视载货车都是这样放置的 以免被警察拦住罚款 以上就是我认为印度卡车非常特别的地方 但还有很多产品特点是与国内也完全不一样的 且听下回分解 赞赏灵人赞赏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